吃完了午饭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踏上了回城 回城比来的时候可慢了许多 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众人才回到天豆城 唐三带着小五和马红俊 一起返回史莱克学院 三哥 我们是先去见老师跟大师他们 还是先回住的地方啊 还是先去看看老师他们吧 告诉他们咱们回来了 还有 小五已经复活了 嗯 好 哎呀 我们不久之后也要搬去唐门了 海坦长老说 建设堂门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哎 三哥 你说咱们这三个月 是不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出去玩玩啊 哎 出去玩 可以啊 你先把魂力修炼到六十斤 然后我陪你到魂兽森林去 哎 一聊到这个 你们一个个都跟老口门一样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啊 你们一个个都成了成对的 兴无旁物 就我一个 一直都是孤家寡人 哎 三哥 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 让兄弟也来个五回二次觉醒 有你一半帅就行 行吗 行了胖子 你也别自认自意了好吗 外表哪有内在重要 只要你可努力修炼 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 难道还怕没有老婆吗 三哥 这么说 那如果我努力修炼的话 你就愿意帮我是不是 能帮得上你的 我自然会帮你 哎 就这么说定了 回头等敏之一族牵过来之后 妈妈三哥 你跟你那位舅爷爷说说 把 把白晨香嫁给我怎么样 唐三诗笑 好啊你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吧 竟然看上我表妹了 让我帮你跟舅爷爷说一声 这没问题 他的婚姻大事 应该还是会自己决定 能不能抱得美人归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 不过 在这方面我可没什么经验 没办法教你 回头你可以问问代老大 或者小 代老大 你远的饿呢 小奥他只嘴上吹吹而已 你没看到他为了宁蓉蓉 都变成什么样了 德行 这你就错了 胖子你想想 如果小奥不是对蓉蓉那样真心 他能打动蓉蓉 打动宁叔叔吗 你记住 想要得到 就要先付出 三哥只能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真心的去付出 全心全意去对待人家 能否成功 就看你自己的诚意了 哦对了 还有一点 你该减肥了 说不定你瘦解了以后 也是很英俊的 我这减肥 这恐怕有难度啊 哎 这会儿都中午了 按说学弟学妹们 应该都已经下课了才对 怎么这学院里边人这么少 干嘛就一个个都 说话的功夫 唐三和马红俊穿过离音道 立马明白 为什么一路上 没看到人影了 操场上 几乎聚集了 所有史莱克的学员 他们围成一个大圈 圈内 不时传来吆喝的声音 马红俊 拉过一名学员问道 哎 这发生什么事了 都不许吃饭 在这干嘛呢 我这 学长 是您呢 有人来砸场子 您回来可就好了 砸场子